恭喜两位是已经获得了这次比赛男双的冠军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获得冠军现在的心情吗 我觉得这次比赛不单单是一个这种对外比赛 一个可能模拟赛的冠军 更重要是我们能够在这样比赛当中能够发现问题 包括我们最后一场就刚才这场比赛 其实赢的也并不是非常上风 所以更重要是打完这次比赛以后 对于接下来还有50多天的这种奥运会当中 我们能够去发现一些问题 能够怎么去解决 怎么去训练 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发挥更好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比一个冠军更重要 冠军的心情确实现在也很平静 但是确实这个冠军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不仅仅是一个模拟赛吧 因为很长时间没有配了 然后又知道这次打男双的目的 就是为了奥运会的男团第一场 势带必得的一个场次 所以我们特别去认真地准备 这两场比赛吧 过程肯定难免会没那么顺畅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彼此的信任和配合上 还是做得比对手要好吧 因为两位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搭档参加这种公开的比赛 那么这次搭档直接就夺冠 是不是两个人在场上的彼此的互信也非常重要 我觉得信任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也打过很多的比赛 无论是小到可能模拟才大到试锦赛 我觉得有很多成功经验 当然也有这种失败教训 所以在仅有了这几次公开这样比赛 哪怕是训练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非常投入地去做好 我觉得现在我们两个再配合 不在于练多少 而在于练得多轻 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吧 同样的问题吗 还是换一个 那两位其实都是参加过奥运会的队员 刚才也提到在这个比赛中体会奥运会的感觉 那能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说现在这个比赛中感觉 备战奥运的氛围是怎么样 其实这次比赛 我觉得所有的主力都是全力以赴 和上次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因为上次在南线上 我的混双输了 然后南单也输了 南队肯定也是及时做了总结 这次的比赛 我想不管赢和输在场上的精神面貌 包括遇到比赛困难 我们主力怎么样去解决上面 肯定是都下了很多的决心吧 所以这次比赛 我觉得不管打成什么样 但是针对奥运会这样的大赛 我们赛前一定是更心理上 更要去模拟到奥运会赛场之中 会突发的一些事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模拟奥运的感觉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我觉得确实有一个阶段 就是除了上站在新乡比赛 有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公开的场合比赛 有这么多观众这种来看你 肯定是比平时在队里这样训练 要紧张了很多 但同时这次比赛 我觉得大家每个人这种专注度 以及在场上这种表现 肯定都还是不错 所以也希望自己能够 把这种表现依然延续吧 辛苦两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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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